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上市搞他几百亿 几百亿还不满足 搞他几千亿 你越多越不知足 越苦恼 越苦恼 所以说这些不知足的人啊 我们回头一看佛说 很可怜 非常可怜 知足的人啊 像那个延回 咱们看延回 那家里有啥呀 啥也没有 那精神满足死了 知足 那是最快乐的 那是孔子最推崇的一个 一种精神 你的精神满足了以后啊 你比啥都强 现在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现在修行 慢慢慢慢外在的东西你够了就得了 知足在哪呢 修道上 心灵的满足上去 从这个方面知足去 外界的一切物质上 那你没有任何意义 为什么呢 都是无常呀